Hello,大家好,我是小帅,最近有人在私信我啊,他说你们家那个多肉有没有都是斑点的,我喜欢这种拥有血斑的这种多肉,血斑这个多肉呢,它是呈现一个多肉基因的好与坏的那么一个小的一个小偷偷口啊,它这个血斑呢,是由于基因控养,还有这个状态, 就是这个水土的问题形成的,但是他呢,只想要拥有血斑的多肉,今天呢,咱在我的棚里啊,盘点一下,呃,有几个是有血斑基因的,然后呢,咱给大家推荐一下,来,走吧,先呢,咱看一下不太明显的这个血斑,这个明显不是很明显,但是大家如果通过镜头放大的情况下,是可以看见的,看它是有这种小小的这个红色的点点,因为很多人呢,感觉它像这个血的颜色一样, 所以说呢,就给它起名叫血斑,这个呢,这个多肉呢,是第一款,咱们呢,跟着我的镜头去走,然后呢,再去寻找第二款,来找一个比较明显的吧,来到这边,这边的多肉呢,是我比较喜欢的其中一种,这是啊,Q城,看一下这个血斑呢,非常的旺盛, 看没有,从这个角度来看,而且还有暗纹,有血斑,这个基因呢,是原始的基因,比较好一点的基因,呃,有的这种香槟啊,它慢慢的,通过多次杂交啊,这些血斑的这种优良的传统,呃,基因都不存在了,所以说呢,呃,能找到一批这种有血斑呢, 还是非常的不容易的,非常的不容易的啊,我去搬这一块,你看,是比较好看的,下面呢,我再给大家找一个这种隐藏的血斑,来来看看这个沉默乳,这个原始的沉默乳,看啊,这血斑,它都藏在这种粉的底下啊,这个我就不给它抹粉了,因为很多人呢,他不喜欢把这些粉给它抹掉,有那种强破, 所以说呢,我就偏不给它抹粉了,实际上沉默乳,优秀的沉默乳基因是,也是带有血斑的,是带有血斑的,看这个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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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,稍微一抹,能够看出来,但是看不很清楚,你看这种,这种呢,这是天,梦幻之城,这个是梦幻之城,这个呢,是不一样的,有一个是偏蓝,有一个是偏红,然后呢,我们再去那边,找一些, 就是这种血斑,比较多的,看,有的人会问我,这个水晶是血斑吗,水晶它是血斑啊,跟大家说它是血斑,但是由于它的颜色问题呢,由于它的颜色问题呢,它就会不认为,你看,不认为它是脏脏的,你看,它实际上是血斑从体内的演化,但是呢,它这个颜色呢,是这个,偏这种绿色的颜色,所以说呢,就感觉特别脏, 实际上,这个水晶啊,冬天了,出唐心之后特别好看,你看,它们这个心呢,是出唐心的,外边呢,是难看的,所以说,这个东西啊,有人能欣赏的来,有人欣赏不来啊, 然后咱们再看这个璀璨,这个璀璨呢,实际上它的血斑呢,好像有点变异了,你看,上颜色的时候,它把血斑全部集中到这个尖上,你看,中间是非常的干净,一点没有,但是你只要控制颜色来,这个血斑就开始上了, 这是一些,非常奇怪的这种血斑,当然我这,这棚里边还有很多,是,一会呢,我再给大家,一一的给大家判检一下,好吧, 今天咱们的视频先到这里吧,拜拜喽。 ,拜拜喽。